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1 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1,又称维他命B1,也称为抗神经炎素,或抗神经炎维生素,化学名称为硫氨素,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维生素B,为人体13种必需维生素之一,属于水溶性维生素,在冷冻储藏时,以及酸性溶液中相对稳定,但在中性,或碱性溶液中较为不稳定,在高温之中会对,维生素B1结构破坏,在人体中是无法自行合成 必须从食物中来获取 在吸收后储存在体内很少,维生素B1会储存于心脏、肝脏、骨骼肌、肾脏及脑,过量通常会随尿液排出,因此在体内停留时间较为短暂,不容易摄取过量,反而较容易有摄取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每天补充维生素B1,维生素B1的功能 一,热量的转换,二,合成五碳糖以及NADF,三,协助细胞膜完整性与神经传导 维生素B1在体内,是葡萄糖代谢成热量过程中,重要的辅酵素,也与热量转换,和神经细胞膜,以及神经传导等功能的维持有关 维生素B1的衍生物,胶磷酸硫胺素,是在参与细胞,分解代谢,糖和氨基酸过程中,重要的辅酶,在酵母中,是酒精发酵的第一步骤 胶磷酸硫胺素,也有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 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食欲,可与食物中的糖和糖类,消化过后产生能量 同时也可维持神经传导及肌肉协调 维生素B1,在预热、紫外线、氧气等之中,较为不稳定,进而产生化学反应,造成分解或变质的状况 维生素B1也有些许的利尿作用 维生素B1基本生理功能 1.协助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代谢 维生素B1能协助葡萄糖转成胶葡萄糖,以及胶葡萄糖转成乙烯酶酶A的过程 热量转换中是重要的辅酶,能够协助转换反应完成 2.减少肌肉酸痛 维生素B1可降低肌肉中乳酸的堆积,避免肌肉疼痛、无力与疲劳等症状 3.维持肌肉协调 维生素B1可协助合成神经传导物质 神经传导和肌肉协调有密切关联性 同时也可保持心脏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4.保护黏膜健康 维生素B1缺乏时,口腔会有明显的症状 容易有嘴内的黏膜敏感 舌头光滑且水肿 松弛肥大 舌缘有齿痕 黏膜易破损 5.维持体内水分平衡 维生素B1有中毒利尿的作用 可保持身体水分的平衡 协助代谢体内多余的水分 6.维持神经机能与脑部运作正常 维生素B1可协助合成神经传导物质 维持脑神经细胞间正常讯息传递 以协助稳定情绪 7.协助将葡萄糖转化成五碳糖 五碳糖是核甘酸 合成所需要的碳价 在细胞内是最主要的储存 和运送的能量 造成缺乏维生素B1的原因 1.偏食 长时间的偏食 容易造成特定营养素的慢性缺乏 进而造成营养不良 2.酒精滥用 酒精是碳水化合物 需要B1来进行代谢 如果长时间酗酒 而导致维生素B1的缺乏 会造成虚弱、疲倦、头痛、嗜睡 以及忧郁等症状 3.咖啡因 咖啡、茶以及巧克力中 含有的咖啡因有沥尿的作用 因为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也容易被尿液代谢 进而增加了维生素B1的消耗 因此不建议维生素B群 和咖啡同时食用 应间隔一小时以上 再补充维生素B群 4.抽烟 尼古丁或胶油 会在体内产生过氧化作用 使细胞有损伤的现象 而维生素C是人体细胞修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抽烟则会加速维生素C的耗损 维生素C又是可提高维生素B1的吸收利用 若维生素C不足 反而会降低维生素B1的吸收 5.碳酸盐 柳酸盐 甜食及碳酸饮料中的糖分 在人体内的代谢需要大量的维生素B1 并易降低体内钙的含量 6.服药 口服必孕药 动情激素 利尿剂 抗生素 黄氨类药物等 代谢都需维生素B1协助 因此会降低维生素B1 在血液中的浓度 7.破坏吸收 部分研究指出淡水生鱼与贝类 含有能破坏硫氨酸的化学物质 这种情况出现在大量生食海鲜的人身上 但吃主熟海鲜者并不会引起相同的状况 也有部分研究指出 槟榔会改变维生素B1的化学分子 使其无法作用 8.不当烹饪 洗菜的时候 如果为了省事先切后洗 就容易将食物质中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 以及可溶性的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溶解到水中流失掉 还有腌制的食物 腌制时间长短 也与营养素损失多寡成正比 时间越长 损失也越大 9.生病 小肠病变 糖尿病 肾脏病 肝病 拉肚子等 容易因为疾病的因素 造成身体摄取能力不足 因此会有维生素B1吸收上的障碍 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B1 必须从饮食之中摄取 维生素B1是水溶性 较容易在冲洗食材过程中流失 并会因自来水中的氯分解 预热时也容易遭到破坏 造成维生素B1的减少 因此便不易从食物之中取得 人体对于维生素B1吸收有限 每次最多只能吸收10毫克 并且无法大量储存在体内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代谢的能力衰退 维生素B1吸收力也会逐渐减弱 身体一旦缺乏 会使得细胞能量转换不佳 导致细胞能量不足 以及神经传导出现问题 长时间的累积之下 身体会有疲劳酸痛 末梢发麻 僵硬等症状 维生素B1缺乏的病症有 1. 脚气病 脚气病轻度症状为下肢无力 重度则会肌肉萎缩 肢体及心肺水肿 也会有体重减轻 情绪干扰等症状 2. 卫尼凯石症候群 卫尼凯石症候群 是一种神经脑病综合症 因后天性维生素B1的缺乏 造成脑病变表现 会导致失语 四肢无力 疼痛 神志不清 眼动障碍 眼震及厉害的摇晃等问题 此种脑病变 长阴长期喝酒 导致维他命B1的缺乏而造成 弱不治疗 亦导致死亡 3. 视神经病变 维生素B1 可以维护视神经健康 缺乏维生素B1及B12 容易造成神经炎 与神经病变 双侧视力丧失 盲点和色觉障碍 4. 高砂可敷症候群 高砂可敷症候群 又称健忘症候群 是一种大脑缺乏维生素B1 而引起的精神障碍 会有顺行性遗忘 逆行性遗忘 虚痰症 交谈中的内容贫乏 自知力缺失 以及冷漠等症状 维生素B1 维生素B1是水溶性 摄取过多会随尿液排出人体 因此除非刻意的大量摄取 否则并不容易出现有过量的情况 但如果有长期过量食用的问题 可能引起头痛 失眠 发抖 过敏 心跳加快 焦躁易怒等副作用 在维生素B1的发现 与角气病成因有密切相关 角气病曾在亚洲普遍出现的 维生素缺乏症 症状包括下肢浮肿等 除了角气病外 缺乏维生素B1 也会降低身体敏锐度 严重可导致代谢性昏迷 甚至死亡 维生素B1缺乏 通常都因为营养不良 或营养不均衡等状况 一些食物含有妨碍 人体利用维生素B1的物质 能破坏维生素B1的酶 煮熟食用时 这种酶会被破坏 大量生食这类食物 就容易有缺乏可能 维生素B1 也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之中 但是会随食物种类而有所益 并且会因为 注存 烹调 加工等条件影响 含有丰富维生素B1的食物有 葵花子仁 瘦猪肉 肝脏 花生 大豆粉等 在摄取维生素B1 如果能搭配补充矿物质 蒙 其他维生素B群 维生素C 汗E 更能够提高维生素B1的吸收与利用 维生素只是平常饮食中的补助 并非正餐 要有正常健康均衡的饮食与运动 才是拥有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好 predict 好